我相信同工们都会同意 比方教会里头 我们经常讲教会的大使命 马太福音第28章 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呢 教会大使命就是要往普天下去 封这个传福音给外面听 然后呢 要封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然后将主所有教导我们的都教导他们 让他们能够做主的门徒 你看我们说这个叫做大使命 这个叫做大使命 比方在这一个使徒序传第一章上面 神提到 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须得上能力 然后要做什么呢 从耶路撒冷游到全地 撒伯利亚直到地级 做什么呢 做我的见证 你看教会设立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是什么 不但传福音使人做门徒 做门徒的时候 做门徒要跟耶稣一样 什么叫做跟耶稣一样 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我们经常想到跟耶稣一样 是在品德上 在生命上 那么在这些方面要跟耶稣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对 我讲他对的原因是确实 那是一部分的真理 我讲他不对的原因是忽略了 耶稣不仅仅是做好人 耶稣是做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同意不同意 耶稣是一个翻转这个世界的人 同意不同意 所以我们做他的门徒干嘛 我们做他的门徒有一个相同的一个使命 就是能够翻转这个世界 同意吗 同意不同意 OK好了 使徒行政上面讲说 他说 你们要 你们要 这个 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直到 撒巴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什么呢 做我的见证 这什么意思呢 得到圣灵的恩典以后 不是去讲很多神秘的事 得到圣灵恩典以后 是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得到能力 然后往各处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意思就是信了耶稣以后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同意不同意 在今天在教会中讲圣灵工作 往往会讲的比较神秘 讲到很多神秘的东西 什么先知了 没有错 圣灵工作里头有先知的恩典 有先知的祝福 但是呢 难道说圣灵工作 只往那种非常神秘的东西中间去吗 只往那种像是 这个祷告了以后 会有金牙出现了 会有金粉出现了 会有什么这个宝石出现了 我就常常在想 对不起 这些东西我不懂 我尊重 我尊重 但是呢 如果有宝石出现 那真的是很发财的事情 但是又说宝石是不得够卖的 这也是我听不太懂的事情 那种宝石以后 拿来做什么用处了 你看 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工作 讲得非常的神秘 只要有那种非常神秘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非常的羡慕 每个人都会开始去追求 追求那些神秘的东西 但是弟兄姐妹 请你允许我说一件事情 圣灵的工作不是带来 那许多神秘的事情而已 圣灵的工作是让你成为一个可以翻转这个世代的人 这个才是圣灵工作在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目的 你同意不同意我说的 他要让我们有能力成为在这个世代里头做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人 做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人 做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人 一当不是一群那种不使人间烟火的人 我们在教会中间常常把人带到属灵的地步 带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呢 就是不使人间烟火 这个是受了佛家跟道家思想的影响 所以这个宗教信仰干嘛呢 就要你离世脱俗 跟这个世界没什么来往 你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样关系 因为我们觉得圣经中也提到过嘛 不要爱世界 什么叫不要爱世界呢 就是你离这世界远远的就好了 离这世界就远远的就好了 但事实上并不是的 并不是的 上帝并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 上帝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的 对不对 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是什么呢 是光 是炎 看到没有 你离开世界以后不需要光也不需要炎 就是在世界中间才需要光 在世界中间才需要炎 那么教会中间常常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一群失败的人 然后来到教会里头彼此取卵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彼此安慰彼此取卵的一群人 教会常常也是告诉别人 信的耶稣就上天堂 所以你信耶稣干嘛 要做好人将来可以上天堂 所以我就常常挑战 如果信耶稣以后是让人做好人 将来可以上天堂 那么信耶稣的时候 在水里头多进五分钟 不立刻上天堂吗 但是世界上没有人这么做嘛 对不对 世界上没有人这么做 显然信耶稣不单单只是为了要造就一群将来上天堂 那信耶稣以后到底干嘛 信耶稣应当是让要造就一群人 在这个世代里头满有上帝的形象 充满上帝的恩典 充满上帝的智慧 充满上帝的能力 能够祝福这个世代 改变这个世代的一群人 Amen 所以这个才是教会存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神圣的一个使命 比方以西节书第47章我们很熟悉 那提到说从圣殿中要流出一条江河来 记得吧 他说这条江河流过去的时候 第一个苦水就变甜了 第二个两边长满了各样的果树 第三个 这个河里头开始充满着各样的鱼 可以有丰收那边 从隐积底到隐以格列 那个地方充满了赛网的人 表示渔场非常的丰富 第二句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讲到死海的改变 圣殿中间的 圣殿中间这个江河流下来以后 把整个死海附近的生态完全改变了 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 死海边上 那是寸 这个是吧 寸草不生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干旱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的 怎么讲 非常的这个贫瘠的一个地方 简直没有办法生存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以希节书讲 当圣殿中的江河流出来的时候 它流一流流一流 这个地方的苦水 你知道死海的水是非常苦的 苦涉不堪 因为死海的盐分 是比一般海水的盐分 要重三倍 所以你们到里头 可以飘起来 去过死海的局下手 去过死海 很多人嘛 你看去到死海里头 你会飘在那个地方嘛 对不对 而且那个水如果浸到眼睛 哇 不得了 痛得不得了 身上如果有伤口 痛得不得了 痛得不得了 那是一个非常苦涩的水 他说但是当圣灵的江河流过来的时候 这个水要变成什么 这苦水要变成甜水 弟兄姐妹 你知道一件事情 当教会在一个地方 教会训练出来一群人 这群人来到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候 来到这个社会中间的时候 给社会带来一个改变 就是社会中间的苦水 都变成甜水 因此有你的教会在那个地方 你那个社区里头变得非常快乐 因此有基督徒在那个地方 基督徒要给他的办公室也好 给他的社群也好 给他的邻居也好 要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 要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 而且你知道四海边上 我说是没有收成的 但是经过这圣灵的江河来了以后 这个地方不但有收成 而且丰富的收成 那个四周满了果树 而且果树按时候四季 都是丰收的叶子 叶子都可以治病的 叶子都可以治病的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就是 当圣灵来到的时候 神的恩典来到的时候 会带来什么呢 会带来丰收的祝福 基督徒要给那个世代 带来丰收的祝福 因着有基督徒存在 因着有一群 满有上帝恩典祝福的基督徒存在 那个社会 那个时代 通通会被祝福 通通会被改变 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 在圣经中间你看到 摩西来了 因着有摩西 他带来整个以色列人生命的改变 是不是 摩西不是自己一个人蒙福 摩西是把整个百姓的生命 全部都改变了 把人从为奴之地 整个带出来了 你看摩西他是以色列人的祝福 我要说马来西亚的教会 应当是马来西亚的祝福 阿们 马来西亚的教会应当带来 马来西亚极大的恩典 带来极大的祝福 比方大卫 大卫不是一个人自己在旷野牧养 自己一个人吹笛子 大卫不是单单很会敬拜上帝 大卫不是单单很会唱歌 很会做曲 不是不是不是 大卫的重点在哪里 是带着以色列百姓把菲利斯人打败 把亚门人打败 把摩亚人打败 把以色列人建立成为一个非常强壮的国家 建立一个非常强壮的国家 教会要生产什么 教会要产生像大卫一样的人 教会要训练百姓 像大卫一样的一群百姓 我们不是现在祷告都讲大卫的会慕的祷告吗 对不对 我们讲祷告讲大卫会慕的祷告 我就说大卫不只是会慕的祷告 大卫是做君王带着以色列百姓打圣仗 如果我们要讲大卫 就要讲做君王的大会 要讲打圣仗的大会 不是单单讲会祷告的大会 而是一个会能够带兵打仗的大会 然后你再看以色帖也是一样 他不是做了王后 你看当以色列人面对难处的莫迪凯 给他一个挑战说 燕子里得了今天的位分 不是为今天的机会 他告诉以色帖说 你是有使命的 你的使命是什么 就在现在最艰难的时候 最糟糕的时候 要有你在这个地方 要改变这个最糟糕的状况 改变这个最不一样的一个情形 要让以色列百姓从死亡中间被带出来的一个状况 你看这个是以色帖 以色帖他不是自己蒙福 他是带来整个国家的蒙福 基督徒你不是自己蒙福 你要带来整个国家的蒙福 你要带来整个时代的蒙福 而且你要知道 你出生在今天 今天的责任就是在你的身上 你不必羡慕以前 你不必羡慕以后 你也不必羡慕其他的国家 你在马来西亚不必羡慕 对不起 新加坡 不必羡慕其他的 马来西亚是你的责任 马来西亚就是你的责任 你胭脂你今天 生长在这里 不就是为了托付 上帝要把马来西亚这块土地 托付在你的身上吗 是还是不是 是吗 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台湾年轻的时候 台湾的人非常流行的 只要读书读好了 统统出国 到哪里去了都到美国 所以当时是说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去美国 这是台湾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 来来来来台大到台大读书 然后去去去去去美国 所以所有的人都去美国 我记得当时 你知道我们里头羡慕的不得了 羡慕那些到美国去的 我们传道人也很羡慕 羡慕去美国服侍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当时台湾的传道人 如果能够去美国服侍 每个人羡慕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觉得这个人真是上帝特别恩典 特别拣选 每个人心中都暗暗打荷说 上帝下一个能不能够是我 下边一个是我 我要去 我要到美国去服侍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传道人 就说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说上帝没有把美国托付给我们 如果上帝把美国托付给我们 我们应当生长在美国 他说我们生长在台湾 只有一件事情 台湾是我们的责任 他说如果你到美国读书 读完了以后 也应当回到台湾来 因为你不必祷告上帝说我该不该回台湾 你当祷告上帝说我该不该留美国 那个才需要特别的祷告 他说回台湾根本不需要祷告 因为那是你的呼召 那是你的命定 那是你的使命 我记得我一直记得这一个传道人讲的话 在我的心里头就一直 我就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所以虽然那时候我也真是羡慕去美国 羡慕得要死 真的告诉你 我羡慕得要死 每次看到在美国那些服侍的时候 就在想 我说上帝啊 给我机会来的话 我一下子就会可以在美国建立很大的教会 我说我一下子就可以在美国 我马上把教会就建立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上帝没有让我去 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年了 过了四十年 我回头看 哈利路亚 没有去针对 我回头看 我说恩典啊恩典啊 我说岂不知啊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的托付 弟兄姐妹 我也一样在这里说 马来西亚不就是上帝给你的托付吗 阿们 我没有说离开马来西亚是罪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从来没有 我不会说这个这句话 但是我要说 马来西亚绝对是上帝给 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特有的呼召 阿们 比方像离西米也是一样 上帝造就了离西米 他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练酒的人 对不对 所以才会变成国王的酒阵嘛 就表示他练酒练得非常好 所以他非常可能是那种 Johnny Walker的老板 懂我的意思 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练酒的商人 制酒的商人 但是呢 但是他不是 他的使命不单单在制酒 他的使命是里头有一份呼召 在他的里头特别有的一份呼召 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 帮助耶路撒冷不是建了城墙 是把犹太人的整个的信仰 统统翻转过来 让犹太人的信仰整个彻底的翻转过来 用这些门听就看见 上帝在每个时代都兴起人来 这个人上帝希望他的儿女 在每个时代都是充满影响力的人 你做基督徒干嘛 不是将来上天堂 上天堂当然很重要 我们将来都要上天堂 但今天你在地上干嘛 今天在地上 要活出一个活泼有力的生命 你要活出一个活泼有力 迷人的生命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你看 每一个时代里头 上帝都在那边呼召人 只要有人肯站上祭台 答应上帝的呼召 你看上帝就借着他 去改变那个时代 在1965年的时候 你知道在美国非常有名的民权运动 1965年那个时候非常有名权 这个人叫做金恩 他带来的那个民权运动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把美国几乎翻掉了 整个翻掉了 你知道 美国虽然我们讲说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虽然林肯释放了奴隶 但是呢 但是呢 白人还是至上 其他的人种都是第二种 所以当时的金恩呢 这个黑人牧师 他是一个牧师 是一个进行会的牧师 他认为不是一个 不应当是这样 他认为每一个人 不因着他的肤色 来决定他的生命的价值 今天我们听这话 都是有道理的嘛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在当时 在美国的社会中间 这个黑人呢 坐巴士 只能坐在后排 不能够坐在前排 你知道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黑人的富人 她上巴士 有她就坐在前排 结果有一个白人来了 就跟他讲 坐到后头去 结果他不肯坐到后头 他不肯坐到后头 结果他就被赶下车 他被赶下车的时候 于是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个 抵制坐公车运动 于是公车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坐公车的都是黑人 听懂我说的 坐公车的都是黑人 白人都自己有车 不坐公车 大部分都是黑人 结果黑人就发起了一个 抵制坐公车的运动 于是那整个影响 那个城市里头 整个公车的策略 都被改变过来 这是同时发生的 在金恩他们当时 就带来了一个 很大的民权运动 所以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说 就是说 I have a dream 记得吧 我有一个梦 非常有名 美国的小孩 每一个小孩 都要读他这篇的文章 美国的小孩 每一个小孩 他要会背他的这篇的文章 他说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就是将来我的小孩 跟白人的小孩 在一起 不是 将来别人来评论 我小孩的生命的价值 不会因着他的肤色评论他 会因着他的品德 来评论他 他说我有一个梦 将来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对不起 我忘了他讲 阿拉巴马州的 这个红色的土壤上 奴隶的小孩 跟奴隶主人的小孩 要坐在一起 成为很好的朋友 就是他非常有名的 说 I have a dream 你知道 这一个人 上帝就借着他 借着他 改变了 不是美国的社会 他改变了全世界 他改变了全世界的观念 你看见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就影响了全世界 这一个人 就影响了全世界 在中国有一个人 这个人本来没有名 就是因为上一任的中国的国家主席 那叫什么名字 习近平前面那个叫什么名字 胡锦涛 胡锦涛在贵州 做省委书记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叫做伯格里 他是英国的宣教士 他就在贵州 云南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石门坎 他在那个地方投入 自己的生命 十五年的时间 结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带来了什么 整个那个大花苗族的改变 他训练了非常多的大学生 他居然在贵州那种地方 几乎一百五十年前 现在说起来 一百五十年前 没有一百五十年前 一百二十年前 他居然挖游泳池 带着那些苗族的孩子 在里头游泳 他居然在那边 训练出来了一百多个大学生 然后贵州大学的第一个校长 就是他的学生 你看厉害不厉害 所以这个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他变成现在全中国 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 你看到 上帝就是要 教会就是一堂训练 出这样子的人才 训练出一群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才 但弟兄姐妹 我实在有责任 今天我们教会里头训练的 往往不是这种人 我们在教会训练是一群 什么样子的人呢 我们在训练的是一群听话的人 我们训练的是一群聚会的人 我们训练的是一群的 在教会里头 牧师没有说 你就不会做的人 传统教会训练中心的训练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传统的训练就是 我在教会训练中间训练一批人 可以为教会所用 我要训练一批人 可以为教会所用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训练小组长 我们训练主学老师 我们训练敬拜团 我们训练招待人员 我们训练执事 所有的训练只为了一件事情 让他在教会中为教会所用 可以成为一个教会 帮助教会成长的人才 有些人对不对 对不对不对 不对 我讲他对 确实教会要训练这些人 帮助教会成长 我讲他不对 是他不应当是教会 所有训练唯一的目标 有训练同我的意思吗 教会不应当单单训练人士 为我教会用 教会是要成为弟兄姐妹 让弟兄姐妹训练好了以后 可以在世界上边 为神所用 同意我说的吧 同意我说的 我们往往教会在乎的只是 人有没有在教会里好好聚会 人有没有在教会里头好好奉献 我们在乎的是 他有没有好好伪生在这个教会中间 这个对不对 对 但是格局太小 你的格局不可以这么小 你的格局要大一点 你的眼光要大一点 你知道格局小 做出来的事就小 格局大 做出来的事就大 了解我的意思吗 格局大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大 对不起 这个你们前不久选举过去了 你们选得很快乐 那么台湾现在也开始选举 台湾的选举 那么现在也在一个很低迷的里头 但是有几个基督徒选的真的很棒 有一个基督徒他选的是一个台北市的市议员 结果你知道 他选台北市的市议员只是一个区 台北市一个区里的文山区 那个地方选市议员 如果我们是那个文山区的市议员候选人 你告诉我 我会努力在哪里拉票 在文山区拉票嘛 对不对 我会到文山区的菜市场跟人握手啊 我会在文山区各个街口做广告啊 我们台湾很喜欢插旗子 那跟日本人学的 日本人都学插战旗 你知道 台湾喜欢插那种关刀旗 那叫关刀旗 到处插得满满的选举的时候 插得满满的这种旗子啊 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姓罗 叫罗志强 很好的一个弟兄 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你知道 我就发现他做一件事情 他不是在文山区那里选 他居然跑到高雄去 帮助高雄市市长候选人 帮他做了一百辆公车 他自己都没钱了 选举的时候 钞票是不是该给自己用 选举要不要花钞票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花多少钞票 在台湾 选一个议员 一千五百万台币 你们这里要花多少 要不要一百万马币 要还是不要 要还是不要 可能各区不一样 反正台湾 台湾呢 最近这个天下杂志做的调查 选一个议员 一千五百万 那我这个弟兄很穷了 我这个弟兄是很穷的一个弟兄 真没钱的一个弟兄 他爸爸是码头工人 非常穷 所以真的是没钱的 他居然去帮助高雄市市长 做了一百辆的公车广告 你知道这一百辆的公车广告 大概要多少钱 我估计是一百万台币 是一定跑不掉的了 一百万台币 可能是要到两百万台币 才可能做 你知道我看的时候 我说 弟兄啊 我就打电话跟他讲 我说弟兄啊 你的格局不一样 他不只在高雄做 他还到台中去做 然后他在台中做的一百辆公车广告 通通被台中市的市长候选人 通通把他拔掉了 通通把他拔掉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弟兄啊 拔掉了好 拔掉以后 全台湾都知道 你在台中做广告 你听懂我说的吧 我说全台中都知道 你主张什么事 你在做什么事 你知道我就发现 我这个弟兄 选举的格局一样不一样 告诉我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他的格局不一样 许多人的格局是 我就在这一点小地方 他没有 他选一个市议员 选成了全台湾都知道 他在选市议员 了解我的意思吗 全台湾都知道 这里有一个人 在选市议员 所以我跟他讲 我说弟兄恭喜你 现在不用讲结果 我已经知道 你会是全台湾最高票 我说你选市议员 会得票得到最高 我说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看得出来了 因为你的格局不一样 弟兄姐妹 教会的也要有格局 Amen 教会要有格局 你的格局到底做到多少 你的格局到底有多大 我要讲 我看到的教会 对不起啊 我看到教会不算少 全世界我跑了26个国家 所以我算是 见多世广的一个传道人 各样的传道人 我都接触过 我跟你说 大部分的牧者的格局 真的很小 大部分教会的格局 真的很小 大概就只有他的教会 讲神的国多大了 他的教会多大 他的神的国就多大 听得懂我说的吗 他的教会 150人 他的神的国就这150人 离开这150人 都不是神的国了 格局太小 格局太小 无法在神的国里头 做大事 格局太小 上帝没有办法 用你来做大事 一定要有更大的格局 就会不一样 我们如果将人才 限制在教会内 我们在社会中 能够发挥的影响力 也就受限制 我们如果在社会中 有影响力 然后我们才能够 影响这个社会 如果我们认为 人才只是 能够做主流学校长 人才只能够做小组长 人才只能够在教会里头 带这个主流学的课程 做一点敬拜 我跟你说 你对这个社会 就没有影响力 你绝对不可能 影响这个社会 同时呢 你也无法吸引 另外的一些 大量的人才 来到教会里头 你也没有办法 用信仰去帮助人 在这个职场上面 能够站立得住 我们会浪费上帝 给我们的人才 有句话 我们会浪费上帝 给我们的人才 如果我们告诉别人说 信耶稣不要做坏事 要做好人 这样的信仰 只是让人将来 预备上天堂 那么这样是不够的 这样是不够的 那是现在用不着来了嘛 这样子就不够的 你知道 我们应当要人才 在教会中训练以后 能够纵横山领 为神的国度得地为业 我们常常 把很多的人才 从外头 拉到教会里头来 然后呢 就让他变成不是人才 听懂我说的吧 比方像隋英兰 他在公司里头啊 做总经理啊 他底下管了 几百人上千人 然后呢 我就告诉他说 不要爱世界 不要再管公司了 到教会里头来 然后告诉他说 你要在教会中做什么呢 你要做羊 我告诉你 他在职场上面是狮子 然后呢 我就告诉他说 到教会里头 你要做最好的羊 于是我就把他狮子的爪子拔掉 我就把他狮子的牙齿拔掉 于是他就变成没有爪子 没有牙齿的狮子 在教会的中间 各位姐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告诉他说 外边很多狮子 你要留在教会里头 出去会被狮子吃掉 我们忘了 他本身就是一头狮子 我们忘了 他本来就在山岭中间 纵横山岭的人 我们需要他在教会中间 做羊 做温柔的羊 听不听没 不应当是这样 允许我什么 请你允许我说 我们应当把一群人 他在教会里头是羊 但是呢 要放出去 让他得地为业 成为犹大的狮子 Amen 同意不同意我说的 Amen 知道我的想法了吗 稍微了解我的想法了吗 我们常常 限制了很多 我们用我们的属灵观 限制了很多 我们的做法 因为眼光太小 格局太小 所以我们的属灵观 也就不够 没有办法照着圣经 给我们的属灵观来看 你看圣经中间讲的 神的儿女被装备 被造就 神的儿女被造就 结果是怎么样 都是让人在这个世代里 他蒙福 然后他去影响这个世代 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些 忽略了这些 比方箴言第三章 第九节到第十节 你要以财务和一切出售的土产 尊荣业化 这样 下边说什么 你的仓房必怎么样 你的酒榨怎么样 告诉我 这是今天用的 还是将来在天上用的 这是今天用的 今天你的仓房会充满 你的酒榨会心酒淫益 要不要祝福我的弟兄姐妹 要不要 你当然要祝福他吧 祝福他以后 他会不会变成爱世界 不会的 你要祝福他 告诉他 这些东西是上帝要给他的 只是告诉他 你要省一点用 只是告诉他 这么多给了你以后 不是让你来花的 这么多给了你以后 你人家过得很简朴的生活 然后把这些东西 用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你再看 真言三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他说忽然来的惊恐 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 也不要恐惧 因为烟花是什么 是你所依靠的 它比保守你的脚怎么样 不陷入哪里 弟兄姐妹 这是今天用的 还是天上用的 天上还有网罗吗 你去错地方了 跟你说 天上如果有网罗 你一定去错地方了 对不对 然后白日太阳 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 必不汗你 地上用 天上用 地上用 天上用 地上要用 不是天上要用 因为天上 不要用这个 天上如果 太阳还会伤你 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耶和华 使你坐手不坐尾 居上不居下 听见没有 这是地上用 天上用 这是地上用 这不是天上用 所以 信了耶稣以后 神的儿女要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人 然后要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要成为一个非常蒙福 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先知说 他是陶匠 我们是泥土 如果他是陶匠 如果我们是泥土 上帝这个陶匠 要做什么样子的 作品 他做的作品 是一坨烂泥吗 告诉我会不会 是一坨做坏的作品吗 会不会 上帝手中 有没有失败的作品 有没有 上帝的手中 有没有挟持品 有没有 上帝做出来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贵重的器品 上帝做出来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精品级的作品 上帝做出来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可以放在精品店去卖的 上帝做出来的是LV中间的LV 是Coach中间的Coach 是不是 是Chanel中间的Chanel 对不对 上帝做出来的作品 是精品中间的精品 上帝从来不会做出任何一个挟持品 放到地摊上去卖的 上帝的作品不在地摊上卖 上帝的作品都在精品店里都卖 都是价值连成的作品 所以你知道教会要生产什么样子的 你怎么不知道 教会怎么样做这些作品 在哪里做 借着教会做 Aven 告诉我是不是 教会怎么样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变成精品 借着教会让它变成精品吗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你自己是精品还是挟持品 都不敢回答我 难怪看起来都摆在地摊一样 告诉我你是精品还是挟持品 如果你是精品走起路来的时候 要不要垂头上去啊 如果你是精品碰到那些有学问的博士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很自卑啊 要不要 不要啊 你如果是精品碰到那百万富翁站在你前头的时候 你跟他讲话要不要低声下气啊 要不要 你如果是精品跟这个马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要不要吓得发抖啊 要不要 不要 能够 他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吃饭 是我给他恩典 不是他给我恩典 真的真的 因为我是什么 我是王子嘛 告诉我是不是 我是王子 我是天国的王子 能够跟你吃饭 哎呦 因为将来在天上的时候 我在那里 这些官员不一定在那里啊 同意不同意啊 同意不同意嘛 所以将来的时候 是他在底下看着我 你知道吧 不是我在底下看着他 现在好像我在底下看着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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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站在天上的位置的 Amen 我是神国的王子 你看到没有 你要知道你的位置 然后你要知道教会在干什么 教会都在训练这批王子啊 告诉我是不是 教会是什么 是王子的训练学校 看到没有 你看亚伯拉罕 你看约瑟 你看摩西 你看但依里 你看以色体 你会发现这群人 他们并不是全职传道 但是他们是充满有影响力的职场的达人 对不对 你看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是一个移民 来到了巴勒斯汀这个地方 移民来到这里以后 当地的人看着他以后就说 你是王子 你在我们中间与众不同 我们看见在你身上 有上帝的荣耀 比方约瑟 比方约瑟 约瑟这个人已经变成奴隶的 已经变成囚犯了 但在上帝的手里 有一天他就变成埃及帝国的宰相 你看那就是上帝的手 那就是上帝的手 让这一个囚犯会变成宰相 比方摩西这个老人 但这个老人可以变成以色列人的英雄 比方像但以理 这个被掳去的 这个王国奴 却能够在敌人的国家里 成为三朝的元老 成为三朝的宰相 你看这些人 而且你要注意 这些人都不是全职传道 这些人全部是平信徒领袖 所以你知道教会在训练什么 教会在训练 每一个平信徒 通通变成领袖 变成领袖级的人 变成有影响力的人 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教会存在的目的 不再建一个很大的教堂 不再建一个很大的教会 请你相信我说这话 没有一点酸葡萄 因为我教会是大教会 请你相信我的教堂是大教堂 到目前为止 我算台湾最大的教堂 全世界不算最大的 但是我算是很大的教堂 很大的教会 但是请你相信我说的这句话 建立大教会不是上帝呼召我们这些牧师的目的 如果你永远把大教会成为你的目的 我告诉你 你会累死掉 你会累死掉 然后你会在这个服饰的路上 你会完全的迷路 你会迷路 我做了45年的传道 请你相信我说的话 我以前也一直在追求大教会 好不好 我从那里头走出来的 可以吗 我是从那里头慢慢走出来的 走出来的 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了 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 以前的时候我追求大教会 所以什么东西能够让教会变大 我就去学 我可是累得要命 今天学这个明天学这个 你知道吗 我们最开始学小组 你们一定不知道是谁 叫Altiz 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是阿根廷的 很有名的 最开始做小组的Altiz 他的教会有三千人 我们就觉得这是巨人教会 大家都跟着学 然后Altiz以后就是 赵云基教我们小组 赵云基教了以后 就是邝建雄又来 邝建雄说教会中有 小组跟小组教会 就天离地有多远 那么这种教会的差别 就有多远 你一定听过他说这个话 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对不起 邝建雄不是 是我的好朋友 你一定听过他说这个话 对不对 所以教会里头 不能是团契中间有小组 教会必须是小组教会 记得吧 小组教会 所以我们都跟着他 你看我们都会背 你就知道我们上他课上多久 被他洗脑 被他改变 因为整个教会就开始 变成小组教会 为了变成小组教会 教会里头一堆人离开教会 因为你教会要改变这个形态 很多原有的团契干部 统统不能够忍受 懂我的意思 团契干部 团契主席不能够忍受 领袖部部长不能够领受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探访组的组长不能够忍受 然后这个聚会组组长不能够领受 敬拜组组长不能够 因为团契就是教会中的教会 听懂我说的吧 团契是教会中的教会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官可以做了 所以他们抗议的不得了 他们每个人都抗议 每个人都抗议 好了 好了 我们就是咬着牙 跟着矿剑熊走下去了 结果走没有多久 他开始去丢掉他的小组 他开始走G12了 跟着凯撒去走G12了 当时我就在想 你都叫我签名了 要我跟着你做小组 现在你走G12了 拜托我到底要怎么办 我要把我原有小组干掉 重新变成G12的小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小组是男女分开来的 不但男女分开来 而且我一个老师 然后带一群徒弟 然后我上边还要有老师 所以我要跟上边一起聚会 然后下边带这边 然后我这下边还带两层 对不对 所以一个礼拜我要搞四次聚会 然后我原有的小组 通通要干掉 我说那我不是又一群小组长 又要跑掉了吗 我说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所以到最后我就说 对不起啊 我说宽布斯我不走了 你走G12 我走G2就好了 我只要有G2 我都大复兴了 我不要G12了 我只要G2就好了 我G2好了 有了他以后又不算了 后来又有什么呢 又有韩国的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双翼 幸福相遇 幸福相会 双翼以后呢 然后呢 我跟着双翼走 对不起 我也没跟他走了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我不能再走了 再走下去完蛋了 我就看到台湾一些人 就跟着走 又开始走双翼 走了双翼以后 现在开始走幸福小组 对不起啊 我没有说幸福小组是不好 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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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要说 如果教会是以追求大为目标 教会一定会迷路 其实你相信我说的话 对不起啊 但你回去不要挑战你的牧师 好不好 这话你一定不要说 张牧师这么讲 拜托拜托 你不要挑战你的牧师 让你的牧师自己听就好了 他怎么样决定是他的事情 他的事情 但是我要说一件事 但是我要说一件事 教会应当要怎么样 教会应当要开始改变 我不是以把人都吸引到教会里头来为目的 我是要训练一批人 去改变这个世界为我的目的 耶稣的教会大不大 大 耶稣的教会几个人 十二个人 其中一个还背叛他 所以如果在你教会中间有人背叛你 恭喜你是耶稣一国的 耶稣的教会十二个人 但是你看到他这十一个人就改变两世界 那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吗 我只要训练十二个人去改变世界 哈利路亚我就成功了 耶稣 我只要训练十二个人 愿意为耶稣的员故 命都不要 我就成功了 耶稣 这是不一样的思维 当我开始有这样不一样的思维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服侍越来越快乐 因为我发现 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教会人有多少 告诉我将来上天堂的时候 上帝会不会排队 万人教会牧师排第一 千人教会牧师排第二 百人教会牧师排第三 百人之下的排第四 如果这么排 耶稣排最后 告诉我是不是 是不是嘛 所以我就发现 哦 原来将来 我在上帝面前 上帝不看我的价值 是我教会人有多少 你知道 我就从这里都被release了 Amen 所以牧师们请你听着我说 你的价值不在于你教会人有多少 你教会 如果健康 如果你走得合神的心意 它一定会成长 放心 如果你的教会是建立了又健康又迷人 你的教会自然会成长 Amen 听懂我说的吗 自然会成长 它一定会成长 我几乎向你保证 而且成长得很快乐 你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来那么多人了 你都想不到怎么搞的 人就会涌进来了 Amen 实际的远过要快点 你会发现 我们信仰中 圣经所教导的基督徒的特质 通通是帮助神的儿女 在这个世代里头抬头挺胸的 同意不同意 你看 你看 信了耶稣以后 你的身份就从人的儿子变成神的儿子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地位不一样 代表你的身份不一样 告诉我是不是不一样 你本来只是 对不起 你本来只是餐馆老板的儿子 好不好 你本来只是一个大牌党里头 这个这个卖什么 卖什么什么东西的人的儿子 现在不一样 现在信了耶稣了 你是谁的儿子 谁的儿子 是万王之王的儿子耶 告诉我 尊荣不尊荣啊 尊荣啦 比你们现在苏丹 你们这苏丹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 你们国王的苏丹叫什么名字 他背得出来不错 阿罗背一下 你们苏丹叫什么名字 你只想他那边 前面都是头衔是不是 OK 我跟随理 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 比做这些人的儿子 告诉我尊荣不尊荣 对不起 比做马哈迪的儿子都尊荣吧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 如果你发现 你这种尊荣的身份的时候 告诉我 你走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抬头挺胸 会不会 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自卑 会不会有自卑 不会的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 这个就是自我形象 会不会改变 如果自我一个 在职场上边成功的人 告诉我 他的自我形象要不要好 自我形象不好的人 是很难成功的 你知道吗 自我形象不好的人 一定不会成功的 你每天跪在上帝面前 都要想到一件事情 就像对着一个属灵的镜子 看到我是有犹大狮子的形象在我的身上 Amen 你如果这样看你自己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讲话不一样 你走路不一样 你做出来的事情都不一样 你做出来的事情都不一样 你一点都不会看到人的时候 就是很自卑的 不敢讲话的 不敢说什么的 不敢说什么的 像我前不久碰到一个 跟台北市市长候选部长是哪个 我就跟他谈 谈到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说某某人 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有上帝 你就可以选得上 没上帝 你就一定选不上 我就这么告诉他 他是可能会做台北市市长的人 他是做了台北市市长 就可能会做台湾的总统的人 你看我一个小牧师 人家说小牧师啊 我看到我就这么跟他讲 由我告诉他的 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自卑 我不觉得 能够跟我见面是他的恩典 我代表上帝在跟他说话 他如果知道我是代表上帝跟他说话 他就不一样了 Amen 谁要不一样的 要不一样的 你看 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告诉我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会不会 如果你信了耶稣还不可爱 我就告诉你 信耶稣真是还没信了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了 信了耶稣一当 谁与人都要爱他 同意不同意 你看 使徒行传上面提到 耶路撒冷的教会 说什么呢 说他们得众民的喜爱 记不记得 第二章最后一节节目 他们得众民的喜爱 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 祝福你 马来西亚的教会 你们要得到众民的喜爱 你们要得到邻居的喜爱 你们走出来 每个人看到你都会觉得 你是好朋友 每个人看到都觉得 我要跟你做朋友 我要跟你一起吃饭 我要跟你一起说话 跟你在一起说话 好快乐 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嘛 告诉我 这样受欢迎的人 做生意会不会成功 会不会嘛 一定会吧 一个很讨厌的人 谁要跟他做生意啊 不得已才要跟他做生意啊 一个受欢迎的人 告诉我老板 想要升级的时候 先升谁啊 一定是升他吧 一定是升这个受欢迎的人嘛 因为这是人际关系嘛 态度 信了耶稣以后 你的生命在圣经中心 讲到很多态度的问题嘛 里头会非常热情 基督徒一当时非常热情的人 我们华人啊 热情都在心里 都不敢表现出来 所以华人都是闷烧 你懂我的意思吧 关在锅子里头在烧 关在炉子里头在烧 但是我告诉你 信了耶稣以后 不对不对 你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 而充满热情的人 南洋的华人比较热情 台湾的华人 还有新加坡的也不太热情 你们马来西亚比他们热情 对不起 如果有新加坡来的抱歉 如果有新加坡来的抱歉 信了耶稣以后 告诉我热情不热情 我的上帝很热情 你知道吗 他拆他的儿子来找我们 很热情的 我们只是用一个什么马槽 欢迎他 他都让他的儿子来的 我们用十字架把他儿子钉死 他还让他的儿子来耶 而且死了以后还继续爱你呢 告诉我热情不热情 基督徒你一当非常热情 如果你到现在没有热情 你说祷告上帝 上帝为什么我还没有热情 你一当对人有热情 对事有热情 敬拜有热情 对职场有热情 你要充满热情 Amen 你要充满热情 哎呀 你要信了耶稣以后 告诉我这个人会不会有智慧 整本真言都在讲智慧吧 对不对 基督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对不对 整本真言都在告诉你 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成为一个智慧人 信了耶稣以后 你成为有智慧的人 在职场中间 怎么会与众人一样呢 当然与众不同 你会发现 基督徒所有的圣经中间的特质 通通会影响人在这个世界上 在职场中间 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但是往往我们教会里头的教导 都不提这个 我们提的都是非常 我这么讲 非常 抱歉 希望没有性别歧视 非常女性化的属灵观 听懂我说的吧 女性化的属灵观就打你左脸 右脸转过来让他打 确实这是圣经教的了 但是呢 我们忘了讲一件事情 你打我左脸 我右脸转过来让你打 但是不要忘记 后边你一定会很后悔 因为你居然打了一个王子的脸 有一天你会懊悔的不得了 你会在我前面跟我讲说 张先生对不起哦 那天我实在不认识你哦 抱歉 请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有一天你一定会懊悔 我们不讲这一段 我们都只讲 打你左脸右脸转过来让他打 以后呢 不知道 那我就这么倒霉被人家打 不 这打了以后 上帝会有十倍的报答还给我 Amen 这才是我们的信仰的完全的嘛 难道我们的信仰只是挨打吗 不 是打完以后 那个人手会痛的 不是我的脸会痛 是他的手会痛的 他会痛很久的 Amen 这个才是我们应有的 一个健康的属灵观 要在教会中教导弟兄姐妹嘛 Amen 真的 我们的属灵观真的是太 太阴柔了 能不能阳刚一点呢 能不能阳刚一点的属灵观呢 哎呀 所以教会里头充满女人 你知道吗 男人都会觉得 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抱歉 弟兄们 不是说你们 好 抱歉 哈哈哈哈 啊 男人常常觉得 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但我告诉你 圣经里头的很多的属灵观 是非常非常得胜 凯旋 充满恩典的属灵观 Amen 是帮助你成为人中人 帮助你与众不同的 好了 所以比方我们教导人读经 告诉我 教导他读经干嘛 我们教导人读经 就让他懂得原文在讲什么 懂得历史在讲什么 背景在讲 如此而已 他就变成一个圣经学者而已 教人读经 读出一群圣经学者来吗 不对 我教人读经干嘛 我要让他读得好有信 读得好有热情 读完以后好有信心 读完以后好有盼望 读完以后知道我可以反败为胜 对不对 这是不是我们该教人读圣经的 告诉我是不是 你教人读圣经干嘛 就是让他知道 从圣经中间 他会你都充满喜乐 从我读完以后 他会发现 我不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是一个可以反败为胜的人 我们教人祷告 告诉我祷告什么 祷告就是要祷告了以后 他可以有神经 没错 他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别的吗 所以他没生病 就不要来祷告了吧 不对吧 我教他祷告干嘛 祷告是什么 如同手机充电嘛 干嘛祷告 祷告了以后 手机充电 recharge 让他里头充满着 因从天上来的那份喜乐 充满着能力 可以去面对他一天的生活嘛 我们教人说要被圣灵充满干什么 教圣灵充满指出 你祷告祷告 就会有宝石下降 拜托我 不是这个吧 不是这个吧 祷告祷告 生灵充满不应当是叫我的弟兄姐妹祷告去 长出金牙来吧 上帝给的牙齿最好了 干嘛还要长金牙呢 哎呀 那个不是一当 圣灵充满的目的 圣灵充满了以后干嘛 让他走在人前的时候 充满智慧 让他在职场上面充满能力 在职场上面充满创意 我就非常喜欢了 那个比撒利跟亚和利亚伯 记得这两个人吗 这两个做会幕的人 这两个做会幕的人 圣经描述他被神的灵充满 让他们第一个 能做各样的巧工 第二个 能想出各样的巧思 第三个 能教导别人一起来做工 你注意圣灵充满一个人 第一个是能做 表示你变成一个able man 圣灵充满以后 让你在职场上 变成一个able man 圣灵充满以后 让你能够想 表示你非常有创意 你变成非常creative的一个人 你充满创意思想的一个人 你不是只会做传统的 以前的人怎么样 怎么样这个冲咖啡 你就怎么样冲咖啡 以前人怎么样煎鱼 你就怎么样煎鱼 你充满创意 你做出来的鱼是不一样 做出来的肉是不一样的 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创意 然后你不但自己会做 你会带一群人一起做 这个代表什么 圣灵充满你 你会变成一个领袖 你会变成一个团队的建造者 看到没有 圣灵充满影响不影响一个人的职场 会不会 为什么带弟兄姐妹追求圣灵充满 只去追求变成宝石呢 去看到那种神秘的东西呢 为什么不带我的弟兄姐妹追求圣灵充满 让他在职场中间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呢 世界的缘故没有办法在这角落 我们鼓励他每周主日来聚会 干嘛 建造一个大教会 不对 每周来聚会 让他聚会完了以后 兴奋的不得了的回到职场上 让他来聚会以后 充满着自信心 回到他的家庭中间 让他来聚会以后 擦干眼泪 被喜乐的灵充满 直到他的人生大要盼望 这是鼓励他来主日崇拜的原因 就在这里嘛 要不然他干嘛来主日崇拜 你讲的道也应当是这样的道吧 你讲这种道 他每个礼拜都想要来听 听完以后回去有力量 面对一天一个礼拜的生活 让他知道信仰不是教堂中的事 是生活每个层面的事情 要大声地告诉他 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所以教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教会是卓越人才的生产基地 教会不是属灵怪物的生产基地 教会不是生产一群 这种隐居起来 这种躲在山林中间的一群人的地方 不 教会是生产了一群人 进入社会 改变社会 帮助社会的地方 我承认我们不是职业训练中心 所以我们在职场上 我无法开职场的训练 但是 但是 我们可以把圣经中间属灵的观念 态度 思想 栽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 帮助他 让他们能够成长 在他们失败的时候 陪伴他 在他们焦虑的时候 鼓励他 兼顾他们 所以我们不是要训练一批人 把他关在教会里 不对 不对 你要记住 牧师们 教会的领袖们 我要告诉你 你在教会中间训练什么人 你在教会训练一群未来的领袖 你如果知道你在训练未来的领袖 你看到会众的态度都不一样 我非常喜欢 比斯迈讲的故事 比斯迈 铁学宰相比斯迈 连幼的时候 他的老师 每次上课 对大家一鞠躬 然后说 我向普鲁士未来的领袖鞠躬 我向普鲁士未来的伟人鞠躬 牧师们 你们在教会中间牧养什么 你们在牧养未来马来西亚的领袖 你要知道在你的中间要产生什么人 在你的中间你要有一个格局 在我的中间要产生国会议员 今天我牧养的是未来的国会的议员 我在这里产生什么 产生未来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医生 我在这里牧养的是什么 是未来马来西亚的企业家 我在这里牧养的是什么 是未来马来西亚的 你们的州的这个叫做什么 州务大臣 他将来就在我们的中间 我在这里牧养的是什么 是也许十年之后的 马来西亚的财政部部长 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部长 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部长 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部长 Amen 你为什么不兴奋啊 你为什么不兴奋的想这些事情啊 你知道我以前在我们教会中间 我是大教会 当我教会里头没有企业家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搞的 教会里没有企业家 然后看到那些企业家 都跑到什么林良堂啊 什么这地方 哎呦你知道看着酸酸的 你知道酸酸的 怎么没有企业家来我这 后来上帝就跟我讲 你干嘛羡慕别人 你为什么不会自己培养企业家 我就觉得有道理 我干嘛要羡慕啊 我干嘛要羡慕啊 我不会培养嘛 我就天天宣告 就告诉我的会众 说你们中间会有企业家出现 你们中间会有大老板出现 你们中间会又怎么样出现 我告诉你后来果然现在我们自己出来的自己上市上跪的已经有两家 第三家今年在香港要上市 第三家今年在香港要上市 好急了 好急了 说不定还有第四家明年会上市 你要想到我训练的是什么 你就会觉得你的福是好有盼望 懂我的意思吧 我宁可训练将来的首相从我中间出来 你是不是怎么不可能 你是不是怎么不可能 你为什么不可能 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Amen 我现在说预言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天天祷告 将来我们中间要出首相 所以要告诉马哈迪说 马哈迪你是我们的榜样 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Hallelujah Amen Amen 教会应不应当有这种概念 应当不应当有这种概念 这样的教会不是比大教会还要有意义吗 告诉我是不是 告诉我是不是吧 啊 扩大你的格局 你就会有大的影响力 所以你要记住 我们是王子训练中心 我们是领袖训练学校 一起练好不好 我们是王子训练中心 我们是领袖训练学校 我们是职场达人训练学校 我们是企业家启蒙中心 Amen 要鼓掌大声鼓掌 好像一副不太相信的 你一定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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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所以你知道 我就常常宣告 说我的中间将来 所有head hunter 找人才的人 都要到我教会来找人才 我教会要出各行各业的人才 我的教会要出各行各业的人才 有一天我的财务同工就跟我讲 张牧师我要辞职 我说为什么要辞职 他说因为我在外面找了工作 我说为什么找外面的工作 难道我的工作不好 他说抱歉公司对不起 他说外面给的薪水啊 不错 我说多少 他说你的六倍 我说他给你的职务是什么 他说一家上市上柜公司的CFO 乖乖财务长 我教会里头的财务同工 被上柜公司挖去做财务长 告诉我光荣不光荣 我说OK去吧 我说去去去去 没关系既然挖你去做财务长 这也算是我教会的功德一件 我教会居然在我教会做财务 做一做会做到外边的财务长 啊 了不起 了不起 结果我又找了一个同工 财务同工 做了半年 他又跟我说要辞职了 我说为什么要辞职 他说牧师对不起啊 别人来挖了 我说多少钱挖你 他说对不起 你的六倍还没有算bonus 哎呀 我说好了好了去了去了去了 既然给你六倍你就去了 我说但是不要忘记 回来继续做我的财务 做我的财务志工 教我的青年人怎么做财务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教会要训练人才的地方嘛 我说我教会要训练人才 结果有一天台东县县长夫妇在我这里聚会 聚会完了以后回头聚会 那张牧师我要请你们中间一个人 他说你说的要在你这里挖人才 他说我现在要挖 请你的人到我的台东县来帮我做我的一级主管 我说OK 去吧 哇 他真的把台东县整个做起来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县长受洗的时候 我帮他受洗的 我帮他受洗的时候跟他讲 我说弟兄 我给你受洗 你预备好 预备好了没有 受洗完以后很多事不能做 他说没问题 我说受洗完的可能票会少啊 很多人会不投票选你 因为你不做很多事了吧 很多人就不投票选你啊 他说没有问题 我仍然愿意 哇 他真的就洗了 我说那如果这样跪下来 要洗你当然要跪下来 所以我就站着他就跪着了 我就说一句他就说一句带他祷告 然后给他受洗 受洗完以后他真的认真地做记录 你知道这一个人 就改变了整个台东 你知道台东你看到没有 是台湾的最右边 那个下边 非常穷困的一个地方 结果他去了以后 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成为全台湾 不是全台湾 全世界最有名的热气球中心 因为别的热气球都被向他抬动 一放上百个热气球飞起来 而且呢 一飞啊 不是飞一天了 飞四十五天了 别的地方飞一个礼拜 他飞四十五天了 然后呢 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可以坐着热气球自由飞 你知道热气球通常是用个绳子拉上去 不能自由飞 因为自由飞 会不知道飞到哪里去 听懂我说的 但是呢 那个地方可以自由飞 我在里面都坐了三次 哇 这一个人 他就改变了台东 那个整个属灵的氛围 对不起啊 不能够说我产生的 上帝产生了这样一个领袖 于是 他就影响了全台湾 马来西亚只要能够产生一个领袖 属于上帝的领袖 马来西亚会被翻过来 这就是我们开 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了 阿弥 祝福你 你看这些气球 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漂亮的气球 再放两张吧 你看 好漂亮 你看看 多漂亮 再看 你看耶稣像 有没有看到耶稣像 有没有看到耶稣像 看到吗 耶稣像的热气球 全世界就那一支 你看 这么多漂亮的 不得了在那个地方 你看这是晚上 发了热气球的光雕 配音乐 美呆了 你知道吧 每一年多少人去看呢 每一年450万人 这个偏僻的乡下 变成国际知名的都市 一个人可以翻转 一个地方 看到吗 教会 马来西亚的教会 祝福你们 要产生领袖 各行各业的领袖 马来西亚的教会 不是要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但你们要变成全马来西亚的人才训练中心 祝福马来西亚 改变马来西亚 从哪里开始 从马来西亚的教会开始 Amen 你们当然要祷告 你们当然要传福音 但是你注意 把人带到教会来干嘛 不是拔掉他的爪子 不是拔掉他的牙 是让他成为犹大的狮子 在这个地方 是犹大狮子的训练场所 Amen 我们就起立 我们就起立 我们就起立了 我们就起立了 来吧 谢谢大家